我們常常在等待神對我們的呼召 常常在等待神對我們的清楚的怎麼樣? 呼召 所以我們在等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能夠像保羅一樣在大馬社的路上 或者是在往東海大學教會路上的時候 見到復活的主 這時候我就覺得說 欸!我這樣做的話是理所當然 我這樣做的話呢 也比較踏實 所以我們在等等等 常常在教會裡面怎麼樣呢? 什麼事情都不做 所以你們會發現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教會 只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在侍奉 其他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呢? 做什麼呢? 等待 等待 其實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 我們要說我們接受上帝的呼召 我們聽到上帝的呼召是什麼意思? 其實是看到這個世界上的需要 如果說我們沒有辦法看到這個世界上的需要 我們這些等待都是白等的 如果說我們看到世界上的需要 我們能夠馬上的回應的話 那麼這就是上帝的呼召 有人是大勒斯神學院的院長 他就曾經講過 做一個神的仆人 我們必須怎麼樣? 做人的仆人 所以基督耶穌在這邊已經告訴我們說 我來是要服侍人 不是要受人服侍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需要 你可以看到說耶穌在聖經裡面提到 這些事情 如果說我們行在一個最小的弟兄的身上 那麼你就是行在我的身上 如果說我們看到我們周圍有這樣子的需要 他們在生活上面 在心靈上面 在這個病痛上面 有需要我們安排 有需要我們安慰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去 馬上就去幫忙他們 那麼 耶穌說 你把這些事情行在這個最小的弟兄身上 也就是行在我的身上 父親這個新的教宗做了一件事情 他到一個少年犯的這個監獄裡面去幫這些小孩 幫20個少年犯洗腳 其中包括了有穆斯林 也有包括了很多的少年犯 讓我想到說基督耶穌在這個世界上幫他的門徒洗腳 所以弟兄姐妹讓我們也學習這一點 讓我們彼此的洗腳 在教會裡面互相代求 彼此認罪 讓我們這個教會是一個 合乎神心的教會 讓東海大學教會 是一個聖結的教會 第一點 我們要以謙卑的心態來施行神 基督耶穌一而再再而相長 再而三的提到說 人子來是要服侍人 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第二點 是以奉獻的態度去服侍人 去服侍神 作為一個神的仆人 我們既是仆人 那麼就是儒卜 要來到上帝的面前 聖經裡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訴我們說 人非聖結不能侍奉神 人非聖結也不能見神 現在人對這件事情 麻麻糊糊 好像說我們的生活的標準 我們道德的標準 是由電影明星來決定的 對不對 可是在這件事情上面是毫無妥協的 上帝說我是聖結的 所以你們也要聖結 所以聖經裡面教導我們說 不要將你們的知己 作為不義的義氣 道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 將自己獻給神 將自己作為義的義氣 那獻給神 聖經裡面這樣的教導非常非常的多 第一個 人要用他聖結的身體 人要用他聖結的心態 聖結心情的來到神的面前 從每一次來到上帝的面前 都要求他的保險 遮到我們在思想言語行為上面的過範 讓我們能夠聖結心情的來到神的面前 沒有罪的攔阻 所以我聖結裡面的標準非常非常的高 聖結裡面怎麼說 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禮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己 這是聖結的 聖結的是神所喜悅的 我們常常在一些觀念裡面覺得說 我們的神是馬馬虎虎 對不對 每一個月 初一十五拿個橘子拿個蘋果來看看他 就說好我來看你了對不對 照於我們的神來說是不可以的 在神世光在他毫無黑暗 所以在這個聖經裡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導是說 我們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己 一個是我們的心態的問題 是我們行為的問題 守結心心的來到神的面前 然後呢 將我們的才幹 交我們的時間 交我們的金錢 獻給神 如果說你讀過出埃及記裡面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經文 我常常用這段經文來勉勵我自己 當摩西見到上帝的時候 上帝說你去 把我的子民從埃及地領出來 摩西說我是誰啊 你們找錯人了對不對 我怎麼能夠讓這一群人相信我就是你拆派來的 上帝問給摩西說 你手上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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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今天同樣的 上帝也問你說你手上有什麼 耶穌說 摩西說我手上有什麼 帳 這個帳是什麼意思 第一 這個帳是代表摩西的職業 他是牧羊人 對不對 代表他的職業 代表他的工作 代表他的身份 今天上帝問你說 你手上有什麼 你說我手上有我的實驗室 我手上有我的桌上型電腦 對不對 我手上有我的廚房 對 有我的鍋鏟 這代表你的職業 代表你的身份 代表你的工作 所以摩西說我手上有帳 第二個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財富 如果摩西只有一隻羊不需要帳 牽著他走就是了對不對 很多的羊 所以他需要一個帳來管這個羊 代表他的財富 第三呢 代表摩西的影響力 他能夠把這一群羊 趕到這邊也趕到那邊 叫他向東 叫他向西 上帝問說 你手上有什麼 我手上有帳 然後上帝怎麼吩咐他 你把它丟下來對不對 丟下來 結果丟下來之後怎麼樣 這個帳活了 這個帳變成活了 變成蛇 活了 上帝說你得來把它撿起來 從當摩西在把這個蛇的尾巴打起來的時候 帳回到帳 所以今天同樣的 上帝問你說 你手上有什麼 你說我手上有帳 上帝說你把它丟下來 如果說你能夠把它丟下來的話 那麼我就能用這個帳 讓它成為活的 你看看以後這根帳 在埃及地 行了十大神蹟對不對 你看看這個帳 讓紅海分開 你看看那個帳 讓磐石出水 倪文姐妹你手上有什麼 我手上有帳 上帝說你把它放下來 你是不是願意將你的工作 將你的財富 將你的影響力放下來 為他所用 作為一個神的仆人 是用奉獻的心態 你說我們愛神 我們愛神 愛的裡面是有犧牲的 愛的裡面是有奉獻的 人不可以沒有奉獻來到神的面前 不可以空手來見神 所以在這邊讓我們看到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教導 摩西手上有帳 但他一放下來之後 為神所用 能夠成為極大的 成就極大的事情 同樣今天上帝也問你說 你手上有什麼 如果你願意把它放下來的話 上帝也能夠用你手上的帳 能夠成就極大的事情 第三 人子來不是要服侍人乃是要 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並且要怎麼樣 舍命 看到基督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 為人舍命 基督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 是走世界上受苦的道路 同樣的 作為一個基督徒 在彼得前書第二章裡面 講得非常的清楚 你們蒙遭原事未慈 基督徒弟兄姐妹 我們蒙遭原事未慈 跟著基督耶穌的腳踪行 因為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 要我們怎麼樣 跟隨基督耶穌的腳踪行 在這邊 基督耶穌向我們發出一個偉大的邀請 不僅僅是煩惱苦 沾中淡的到他這裡來 基督耶穌說 我邀請你 跟我一起受苦 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受苦 是命定的弟兄姐妹 如果說你在這個世界上 左右逢源 事事順心的話 你的信仰有問題喔 因為周圍的人都在貪污 你也貪污 當然大家都很好對不對 如果周圍的人通通貪污 只有你一個人不貪污 怎麼樣 你就把周圍的人通通定罪 所以人家討厭你啊 人家恨你啊 基督徒可惜的是 我們要做這件 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世上的光 當我們一擺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世界上通通被我們定罪 所以人家討厭你啊 人家逼迫你啊 人家怎麼樣 排擠你啊 我們蒙召原始未始 所以這是一個好得無比的蒙召 這是一個好得無比的邀請 邀請都是好事囉 對不對 參加宴會啦 參加畢業典禮啦 對不對 參加生日會啦 都是好事 所以現在基督耶穌說 我邀請你跟我一同受苦 所以說哪個人說苦是哪 苦是不好的 因為我們跟基督一同受苦 在受苦的裡面 基督耶穌把我們的苦 轉變成他的苦 讓我們在受苦裡面 與基督耶穌格外的聯合 讓我們在受苦裡面 得到基督耶穌格外的恩典